电鞠动土请用场 第一场开地平安大吉大利 由台湾台下以及農委会 与農委会共同合作所行业的農業创新 以及提供教统心 将于在四月十一号当头路 包括台湾台下后到杨磐石 農委会主委丹志青三主管都到第一岸 因为所在分与農業创新跟教育推广中心 今天能够动土 表示说我们要动起来 其实我们一直把云林校区 把它定位成健康农业和农业科技 是我们希望这里能够发展的 台湾台湾来到農林社区院校 虽然乡亲很期待 不过有很多限制的条件需要考虑 農林管理尽用 我特别感谢台湾台湾 经过这么多年 没放弃这边土地 没放弃这个阶级 其实是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其实是很希望说 特别是新的政府起来 我真的很希望是 我们在地方 地方政府跟台大一起来帮忙 还是怎么说很高兴 全都要去台 因为至少台大没有放弃这块基地 就是说 我们四个人是有时间有较大 钱就较不负 所以说建校的过程是比较有点延宕 但是我们希望台大不要放弃这么好的一块基地 尤其它可以提供给台大学术研究 是一个很好很好支撑的一块基地 现在小时候三条酒台学术一定要去这么多 九尔波出充担定华 也说出了好好爱门人的事实 扶您设计开始也受到很多 在民国88年89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高教师当任副师长的时候 带队来看这个云联分部的土地 最后在89年 核准了台大云联分部的一个计划 当然这个计划核定之后 其实整个环境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大家都清楚 大概在民国89年 国内开始进入了少子女化 也就是出生的人口数从88年89年 就开始大幅度的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基本上高等教育的扩充 其实教育部的立场 也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 显然我们高等教育 也不宜再用大幅度扩充的方式来做处理 也因为这样 所以整个云联分部的发展 也就因为这样受到一些影响 也做了一些的调整 请生命 农业创新一起提供到中心在今年十月份签订好用 当时的农委会主委丹普吉已经露晨 现在有丹气增加仅 但主委在当初医生当中提出 其实也没有说到重点 但建设不是这样的困难 中央的态度比较重要 很高兴 刚刚水展校长跟教育部的陈市长都说 营里分部很慢 但是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农业的创新 其实推广中心是很快 我们跟台大跟营里县政府去年十月才签约 那现在就动土了 年底这栋大楼就可以完成 一年多应该算快的 那所以就是说 金会到了 东西就快了 所以教育部以后要多给予台带一点钱 之然就会快 辅任管理政府在高丽地历区里面 有保留五十四公斤 让台湾大学来使用 民国九十六年 台台并以后卫医区落成 由九月开始跨境 十月十九号 又邀请董事的总统团出面 赠来赠菜 是第一个重大选手 二三 请接牌 今天很欢迎 今天再次不来到我们团队 在参加的台湾病院 基本的文医莫匯 医区第一期医疗活劳 的开用电电 台湾大学好专杨派指标识 后卫医区 正是台湾大学在 互联发展的重点 未来参加的主要设计 都设计后卫医区 并且条线以后中心来发展 其实我们长远的规划 是很希望说 我们把医院在 斗六的医院 能够慢慢都移来这里 那这里变成是一个 比较大规模一点 比较规模一点 可以到医学中心让它很好 那假如是 让它变成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一个 医院 然后可以照顾云嘉南地区 虽然在设计后 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案件 不过每一家出一家步 就是有景点 有希望 也有期待 是不是台大有机会 可以在云林 有一家 成立医学中心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跟总院的院长打过招呼 他好像意愿不是很大 所以在这边不是告一状 我要特别提到 这个努力的过程里面 希望有台大的吸血 有台大互出的 相关的这样一个 专业的背景里面 让整体的台大 可以带动整个 在云嘉嘉地区 扮演个 真正的一个 龙头的地位 也照顾云嘉嘉 这些百姓 政府领导所流 也是现实的海船的位 他希望台本大学 要认识 婚人人的愿望和付出 所有台大在 府委的院区 所投入的八亿 是过去先政府 所支持 所支柱的 你知道吗 那个八亿现在的利息 李靖勇县长 他的肩膀上还在抗 所以不是说有一个人 那八亿出来 这是去银行 只有八亿出来 这人要去成就了 我们台大的 我们期待学术机构 在云林县 能够来发展 能够来设校 不是说一样 放在带 就对了 我都没要到三天 我季节有提供 重复的力量 这也表示说 婚人官 对台大 我们也没有放弃希望 所以我们希望 往后呢 这块基地的设校 能够持续的 再来推动 能够达到 这个学校 以及地方共融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已经走过十八点的时间 台湾台下 第二分的设立很好 路路压前方 李先生也没看到重点 不过有希望 就有最真正的动力 记者在面前 唱报道